欢迎来到我们华尔街科技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日的焦点新闻之一是 蚂蚁集团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新动作 蚂蚁集团旗下的上海云进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在杭州成立了一家新的信息技术公司 杭州新远智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1200万人民币 这标志着蚂蚁集团 在信息技术服务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和深耕 未来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值得关注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 硅谷的两位大佬 马斯克和扎克伯格的恩怨情仇 最近传闻马斯克旗下的XAI 考虑收购Character AI 但马斯克迅速辟谣 此外两人还显示在美国国会大厦约驾 马斯克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任何规则下 与扎克伯格战斗 两位科技界巨头的打嘴杖 从2016年持续至今 成为了科技圈的热门话题 最后 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 也有了新的突破 马斯克在最近的播客节目中透露 Neuralink今年预计将为10名患者 提供脑机接口植入物 目前已经成功为第二名患者 完成了植入手术 马斯克表示 第二颗植入物进展顺利 信号很强 电极也很多 工作得非常好 Neuralink的最终目标是 通过建立人类与数字智能之间的共生关系 削弱AI所带来的文明风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 蚂蚁集团近期在信息技术领域又有新动作 其全资子公司上海云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杭州新远智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郑超然 该公司业务范围广泛 涵盖技术服务 开发 咨询 交流 转让 推广 及业务培训等 这一举措标志着蚂蚁集团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和深耕 反映出其对高新技术服务需求的增长和对市场的雄心壮志 过去几年 蚂蚁集团及妻子公司通过成立新公司和投资技术企业 巩固了在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 金融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变革 使得蚂蚁集团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寻求新的增长点 网易 马斯克与扎克伯格的恩仇录在篇新篇章 马斯克旗下的XAI被传出有意收购 Character AI已改进Grock AI模型 但马斯克很快辟谣 两人之间的争斗由来已久 早在2016年 SpaceX火箭爆炸毁坏了Facebook的卫星 扎克伯格对此公开表达失望 马斯克则认为扎克伯格的态度过于尖锐 两人对AI的看法也存在巨大分歧 马斯克认为AI是人类的潜在威胁 而扎克伯格则持乐观态度 2018年 Facebook的数据泄露 丑闻爆发 马斯克趁机删除了特斯拉和SpaceX的Facebook页面 尽管两人频频交锋 但在今年5月 他们又因Character AI的合作问题 站在了同一战线上 共同对抗OpenAI的避原策略 马斯克甚至罕见地称赞了扎克伯格的开源立场 显示出在某些方面 两人还是有共同点的 网易 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 在今年取得了显著进展 预计将在年底前完成实例脑机接口植入手术 上周五 马斯克在播客节目中透露 Neuralink已成功为第二名患者植入脑机接口芯片 并计划在今年内为另外八名患者提供植入物 马斯克表示 第二颗植入物进展顺利 信号强烈 电极数量多 工作效果良好 今年1月 Neuralink首次将脑机接口芯片植入患者 Nolan Arbau体内 使其能够用意念控制电脑鼠标 Neuralink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建立人类与数字智能之间的共生关系 削弱AI带来的文明风险 马斯克预计到2026年将有超过1000人植入Neuralink芯片 进一步推动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 财富中文网发布了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 今年的500强企业总营收约为41万亿美元 相当于全球GDP的三分之一 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以962亿美元的利润位居第三 日赚2.6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8.5亿元 中国共有133家公司上榜 比去年减少9家 但在汽车和零部件领域表现突出 共有10家企业进入榜单 比亚迪今年排名提升最多 营收从630亿美元增加到851亿美元 排位提升69位 此外 拼多多首次上榜 成为排名提升最快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之一 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在二季度大幅减持了苹果公司的股票 持股数量下降了49.4% 从一季度末的7.89亿股 减少到二季度末的约4亿股 前海开元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巴菲特的减持行为 是美股市场可能见顶的重要信号 美国科技股近期出现大幅震荡 加剧了市场的担忧 杨德龙还指出 人民币升值对吸引全球资本流入人民币资产 具有积极影响 有望带动A股和港股市场的企稳回升 投资者需警惕市场风险 谨慎入市 澎湃质量官投诉平台上周收到大量网购类投诉 涉及虚假发货等问题 消费者在咸鱼上购买空调遭遇虚假发货 导致资金受损 咸鱼已封禁设施卖家账号并申请补偿 其他投诉案例包括 消费者在淘宝购买绿售减肥产品 花费17万元后身体出现健康问题 要求全额退款但遭拒 此外 深圳市销委会发布提醒 消费者在购买生日蛋糕时 需注意装饰材料的安全性 避免食用含有有害物质的非食用装饰料 防止儿童物吞雾时或因内部尖锐物品受伤 来源 环球网 矗立在海拔超1000米 景色壮丽的玉林大龙山上的中国移动5G基站 是中国移动广西公司25年辉煌通信史的见证 从1999年7月26日 广西移动通信公司在南宁市望州路249号成立 到如今的5G引领 中国移动广西公司从最初的1G空白2G追赶 3G突破4G并跑 迈向了如今的5G时代 并为未来的6G领先奠定基础 25年来 公司从1358个基站3.3万信到起步 仅用两年实现了客户从66万到200万的跨越 5年内客户数突破1000万 如今已获得3300多万客户的信赖 2009年 广西首个国产3G基站建成 2013年率先在广西开展4G网络规模建设 2019年打通第一个5G电话 2023年建成全区首个基于大模型技术的新型 AI算力服务中心 中国移动广西公司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网络升级 推动自治区通信行业发展 迈上新台阶 来源 现代快报 在南京与花台区赛红桥街道的邓府山村小区 去年年底建成的一排共享充电桩正在运行中 新能源车主们告别了充电焦虑 这个老旧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 居民没有产权车位 地下管线复杂 无法个人申请安装充电桩 为解决这一难题 邓府山社区党委联合国网供电公司和物业公司 多次召开居民议事会 最终在小区24状旁空地和智慧绿能驿站门口 打造了一个可满足14辆新能源汽车 同时充电的绿能充电广场 自2023年11月投入使用以来 充电桩的使用率非常高 居民生活的便捷度和幸福感显著提升 江苏省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推动老旧小区改造 将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纳入改造内容 2021年至2023年 共新增电动汽车充电桩8722个 2024年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 1060个 汇集居民约25.3万户 来源 新支援 英伟达最强 AI芯片Blackwell因设计缺陷 发货时间推迟三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 令OpenAI等大模型公司哀声一片 台积电在为Blackwell芯片量产做准备时 发现连接两个Blackwell GPU的关键电路上 存在缺陷 导致生产良率下降 英伟达的Blackwell GPU原计划 在今年晚些时候大量出货 但这一设计缺陷将影响Meta 谷歌 微软等科技大厂的 AI训练进程和数据中心建设 为弥补延迟 英伟达计划继续延长 Hopper系列芯片发货量 并在解决问题后 加速生产Blackwell GPU 英伟达还紧急开发了新的系统 及组件架架构MGXGB200A Ultra ML36 以应对技术挑战和供应链影响 尽管面临挑战 英伟达仍在努力确保新芯片尽快交付 以满足客户需求 网易报道 比特币在24小时内暴跌超过10% 引发了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连锁反应 比特币价格一度跌破53,000美元 创下近几个月新低 其他虚拟货币如以太坊 S和Soul也纷纷大幅下跌 S跌幅超过20% Soul跌幅超过12% 山寨币市场同样遭遇瀑布式下跌 热门币种Pepi BOME等价格 仅剩此前高点的零头 Cone Glass数据显示 过去24小时共有超21万人爆仓 总金额达8.2亿美元 其中多单爆仓7.2亿美元 空单爆仓1亿美元 市场下行之际 稳定币泰达币 USDT的场外价格再度上涨 人民币对美元及期汇率为7.1421 但USDT的场外交易价格 已达到7.45元左右 网易报道 国新科技近日推出了三款 量子安全产品 包括量子安全UKEY 量子安全PCI密码卡 和量子安全Mini PCI密码卡 国新科技长期致力于 高安全高性能芯片体系的构建 已成为国内领先的信息安全芯片 及模组研发企业之一 量子安全UKEY支持多种加密算法和操作系统 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 量子安全PCI密码卡采用PCI-X4接口 对称加解密速度达到11000Mbps每秒 适用于各种信息安全平台 量子安全Mini PCI密码卡 是量子PCI密码卡的轻量化版本 主要面向小型网安设备 国新科技的新产品在电力 金融 交通 教育 和医疗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公司将继续推进量子安全芯片 及模组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 新智元报道 马斯克的Neuralink已成功为第二位患者植入脑机接口 这次使用了400根电极 首位患者Nolan Arbo已能通过意念控制电脑 玩国际象棋和马里奥赛车 马斯克在采访中透露 Neuralink今年计划完成8次植入 未来几年内将帮助数亿人实现心灵感应 Neuralink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脊髓 颈部 或大脑中的基本神经损伤问题 未来还将开发帮助盲人恢复视力的产品 马斯克认为 Neuralink患者将会拥有比人眼更高的分辨率 甚至可以看到不同波长 Neuralink的长期愿景是提高人类的通信带宽 推动人工智能和人类共生 最终实现心灵感应 马斯克表示 希望在年底之前 能够再为8位患者植入芯片 网易报道 OpenAI开发了一款 能够高精度识别ChatGPT生成文本的工具 准确率高达99.9% 但尚未发布 教师们面对学生利用ChatGPT作弊的现象 感到头疼 而OpenAI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文本水印技术 来检测AI生成的内容 然而 尽管该工具的准确率极高 OpenAI内部仍然担心其漏洞和滥用问题 内部文件显示 OpenAI员工讨论过向教育工作者或外部公司提供检测器 以帮助学校识别人工智能撰写的论文和抄袭作品 尽管如此 OpenAI仍在犹豫是否发布该技术 因为这可能会影响ChatGPT的使用率和写作质量 网易报道 Meta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宣布 LOMA4的训练已经全面展开 预计将在2025年发布 Meta计划使用比LOMA3多10倍的计算量来训练这一多模态模型 预计将使用24万块GPU 扎克伯格透露 Meta内部已经为训练LLM打造了两个大型集群 并计划在未来几年继续加大对计算集群和数据中心的投资 尽管投资者对Meta在AL和元宇宙上的高额支出提出批评 小扎仍坚持认为 提前建立基础设施比落后于竞争对手更为重要 他还预见到 未来每个企业都将拥有一个AI智能体与客户互动 从而加速商业信息收入的增长 网易报道 微软在最新财报中显示 2024财年在现金资本支出和设备购买上 花费了190亿美元 同比增长78% 这些投资主要用于云和AI相关业务 特别是建设和租赁数据中心 然而 Azure云服务的收入增长未能达到预期 导致微软股价下跌7.8% 尽管如此 微软CEO纳德拉表示 他们捕捉到了需求信号 证明这些投资是合理的 谷歌和Meta也在AI领域投入巨资 但同样面临投资回报周期漫长的问题 华尔街的投资者开始对AI领域的巨额投入表示担忧 越来越多的分析师认为 目前的AI投资可能会演变为金融泡沫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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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